易云高大师 H.H.第三世多结腔佛 才是正确无误的佛法教材 关于第三世多结腔佛佛号的说明 2008年4月3日 由全球佛教出版社和世界法音出版社出版的 多结腔佛第三世 宝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首发仪式 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正式收藏此书 自此人们才知道原来一直广受大家尊敬的易云高大师 就是宇宙始祖抱身佛多结腔佛的第三世将士 佛号为第三世多结腔佛 从此人们就以南摩第三世多结腔佛来称呼了 这就犹如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 其名号为西达多太子 但自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 就改称南摩释迦牟尼佛了 所以我们现在称南摩第三世多结腔佛 尤其是2012年12月12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第614号决议正式以 His Holiness来观明第三世多结腔佛 G.H.H.第三世多结腔佛 这说明了美国国会对南摩第三世多结腔佛的尊敬 而且第三世多结腔佛也是政府法定的名字 以前的义云高和大师的尊称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这个新闻是在南摩第三世多结腔佛 佛号未公布之前刊登的 那时人们还不了解佛陀的真正身份 所以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 我们在新闻中仍然保留为法定 第三世多结腔佛称号前所用的名字 义云高大师 H.H.第三世多结腔佛 才是正确无误的佛法教材 出席这次佛教佛学佛法政协研讨会 2000多位高僧大德居士中 他们分别来自于全球416个国际佛教机构 团体及寺庙 其中更有许多是佛学院的代表 曾任南普陀佛学院教务长的 确实是摧害众生灵犀的魔王化身 让大家明白道理以后 当远离邪教 同时让我们所有人真正认识到 义云高大师 H.H.第三世多结腔佛 知2000多盘录因法带及空性中观之鉴 为始法乡之解 波罗时性之地 密藏报身份鉴 才是真正代表三藏和密城的如来正法 我们如能依大师的法义授学晚辈 将会培养出真正的佛法人才 火道法师说 通过此次研讨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让我们这些佛学院有一个机会来反思我们自己的佛法教学工作 可以说 现在全世界的佛学院都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缺乏好的佛教教材 但是往往我们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 还认为自己的教材都是经过各个善知识整编出来的 数量多 涵盖面广 学生们都学不完 结果大家恰恰就被蒙蔽了 因为这些都是以忙以忙 连许多所谓的高僧大德大师们写的书 问题都非常严重 更何况那些普通人编写的呢 这一次我们看了云高大师 HH第三是多杰羌佛 养额易西诺布大法王庚正达摩祖师的书 正达摩祖师论和他的系列法音 我们的体会非常地深刻 我们当今所谓的大法师们走错了多少路啊 尤其是学生们 他们是为了脱生死而来到佛学院学习的 结果佛学院变成了一种研究学术的地方 他们仅得到一些佛学的教授 而不知实修法境 以前有许多法师就是这样 一生钻研所谓的学术 结果到晚年弄得来不是衰竭 就是瘫痪 生死自由更是无从谈起 难道说这就是当年 释迦牟尼佛所传的佛法吗 这能代表释迦牟尼佛比武的时间将十狮子甩出王舍城吗 凡此种种太令我们深思了 这一次大家细致地研究了易云高大师 H.H. 第三世多结腔佛 的佛教 佛学 佛法 我们如梦方醒 原来在这里 大师才是真正精通佛法 真正的精通三藏 所以我们不能闭门造车 要真正地去了解佛法的精髓之处 在云高大师的法代理已经一目了然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这次遇会的每一个珠山长老无不无体头地 所以想起来实在惭愧 这么些年来 佛学院交给学生们的东西实在是少之又少 而大部分的教义或多或少都存在住一些问题 真正的佛法实在难找 如果把这一次我们所学到的云云高大师的佛法能复洒于佛学院或亦散于七众中 我想这才是我们佛学院的责任所在 关于师资人才教学讲义 我相信在全世界都是缺乏的 如果在座的高僧们能携同一手 给云高大师H.H.D.三世多结枪佛 做做工作 把他的教材给我们 那我代表一切众生干脑徒弟 苦手敬重 为力众生 不辞劳苦 一切功德回向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